開源鍵盤 因為它其實是Open Source 它的名字叫做ErgoDox 最剛開始出來的叫做ErgoDox 那我今天會減少一些很多理論上的東西 會實際告訴你說怎麼樣去實際完成這個鍵盤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因為等一下後面會秀一些這個鍵盤有哪些好玩的東西 那你做出來這個鍵盤之後呢 你才會知道說怎麼樣去玩一些奇怪的其他東西 那我是贊助商 那我們在這個攤位 主張時間就是一夜就是 就是給你這個玉米豬的掌握之後 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等一下如果有鍵盤問題也可以去那邊找我 OK 謝謝 那我在很早之前就在開始用所謂的理工學鍵盤 很早之前 這一個鍵盤的時候我第一個鍵盤 大概是在我國中的時候 為什麼我回去用這個東西呢 因為那個時候聊天室很盛起 然後我在聊天室裡面為了練打字的速度 然後所以我就在聊天室裡開始聊天 因為你要聊天你要看一下講什麼 然後你要趕快打字對不對 所以我在聊天室裡訓練了兩個技能 一個東西叫做盲打 我完全不用看鍵盤 我就可以打中文英文 我盲打就可以直接打出來 那第二個技能是我可以打很快 我後來就發現我在聊天室裡越打越快 所以我後來可以進到這個 人體工學鍵盤的一個很大原因是盲打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鍵盤的話呢 你平常不可以看你自己的鍵盤 你不會說我要看一下這個東西在哪裡 這個東西是不可以的 因為你要先有盲打的技能 才能用這個盲打的鍵盤 才會比較順手一點 不然你會發覺說 我怎麼按不到我要那個鍵 然後你會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那這是我第一個用的叫做Acer的一個 是一個ERGOS 它叫ERGOS 31的鍵盤 那後來這個鍵盤也停產沒有在賣 你看它中間有一個滑鼠 它中間有一個滑鼠的功能 我剛剛是來的時候沒有用這個滑鼠 因為我本來就有一個滑鼠 可是我後來發現這個滑鼠很好用 超級好用 你在打這個時候然後就這樣子 就可以 就可以控制滑鼠 然後回來 就可以打字 所以很快 所以我後來發現中間這個滑鼠很好用 那我之後也想加我的滑鼠 但是我現在還沒加 那用完這個鍵盤之後 就造就我用 開始用所謂的分離式人體工學鍵盤 就是說我再也不去買平面的鍵盤 就你們看到這種平平的 即便它號稱是人體工學鍵盤 可是它不是長這個樣子 它就是平平的樣子而已 那這種鍵盤我都不用了 我幾乎都不用了 我都是開始朝向所謂的分離式工學鍵盤去用 那這個是Microsoft出了鍵盤 這個鍵盤還蠻好用的 感覺實在的話 它的Switched 它打字的那個力道不需要太大 那你可以很快速的可以打字 那所以這個鍵盤還不錯 那後來就買 就開始 那個鍵盤壞掉了 因為有一次把咖啡倒在上面 然後 不要笑 一定有倒過鍵盤 會飲料對不對 鍵盤一定有喝過飲料 就快就沒有 然後它就過幾年之後它就壞掉了 它這個 略為我那個鍵就敗失效 然後就很大力一張它才會出現 所以我打中文的時候二聲一張不出來 然後就只好 因為它壞掉了 沒辦法就只好去找下一個人能力工學鍵盤 那就去找買了這一家的能力工學鍵盤 那這一家我個人給你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錢很多再去買 錢超級多 不知道往哪裡發生 不知道往哪裡花 再去買 不然 不要買 這一個我丟在旁邊 因為它時代真的不好用 然後 後來我又去買了這個 也是網友圍出了下一代的鍵盤 它這個鍵盤也是所謂人力工學的設計 可以看到它左右也是分離的 那這個鍵盤還不錯 用起來也蠻不錯 而且它很小 它沒有數字鍵 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在筆電上面用 還滿好用的 那用完這個鍵盤之後 它的下一位是什麼呢 所以我就想說 我想要再去買 所謂更好的人體工學鍵盤 我應該走向一個更好的 一個舒適 或是體驗下不同的所謂的鍵盤 那我就在那裡找 就找到有一個東西叫做 ERGO DOX EZ 它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在外國下單 系子出貨 在外國下單 系子出貨 這在系 他們的工廠就在系 就在台灣 就在台灣做的 但是它是外國品牌叫做ERGO DOX EZ 這是ERGO DOX 就是剛剛前面看到的 這個林工學的 鍵盤的名字 然後它加一個EZ 就是他們公司的產品 這個鍵盤 我不用買 因為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去查一下它的價錢 看去查一下它的價錢 我現在直接跟你講 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都不能受死 陽春版的價錢是299塊 美金 陽春版 299塊 美金 那加上它那個支架 你看它那個支架 然後它還有燈啊 什麼之類的 就大概315塊美金 美金 一個鍵盤 它就 天啊 下不了瘦 我不行我沒有辦法 然後呢 像這種 像這種的林工學的鍵盤 它也很貴 這個是另外一種 也是所謂分離式的鍵盤 很符合你的手 有點曲線這樣 對 再小廣告一下 3.30 等一下有個Lighting Talk的話 有一個李宋奇會講 這個 它做的曲線的鍵盤 在Lighting Talk 曲面鍵盤 等一下 Lighting Talk 等一下記得去報到 3.5 還是3.50 在3.3 它會講一個它做的曲面 你們可以去參考一下 所以我的人體工學的鍵盤 就是說 我當然就是需要 有一個人體工學的一個角度存在 那它是 所謂的左右不連貫 它一定要一個 有點歪歪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 因為我想要再更緊急的說 我要自訂走 我想要裝什麼走 我就能夠裝什麼走 所以我就去找了 所謂人體工學鍵盤的資料 那 你在這個 找報紙的所謂的中文資料 基本上都應該都會看到這一點 就是李宋奇他做的 叫做Ecodox的一個 藍牙雙模的人體工學鍵盤 然後它做成藍牙版 那 如果你要進到這個領域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這裡面的文章 因為它在前面部分 講了很多的基礎 都很值得你去理解一下 鍵盤整個的架構 跟它的運作的模式 去看一下 那 但是我後來發覺 它在那一個文章裡面 大概只寫了十分之一的難度 因為我就到它那個下去做的時候 我就發覺 大概是難十倍 你有很多 意外上的狀況要去解決 那 我看了它的文章之後 我就開始去準備 這些材料 我要去買這些東西 我就去淘寶 買了這些 所有幾乎大的東西 你曉得各自零件在台灣買得到 可能在台灣呢 大的東西 幾乎就全部都買不到 所以 你就要去 開始去淘寶 去哪裡找 這些零件在哪裡買 那你大致上來說 就需要這些東西 外殼 然後 右上方是BCP版 然後下面是鍵帽 然後是軸 然後還有去控制郵件 你可以去 我剛才就買這些東西 那我基本上簡單講一下 那它的EcoDocs的架構是這樣 下面是鍵盤列 鍵盤正列 就是 左邊就是 0,0,0,1,0,2 這樣子一直排列 那就看你按了哪一個鍵 它就會對應到一個字母 然後送到電腦裡面去 所以你的控制器就會 收到你按了這個正列 然後它會送這個資源到電腦裡面去 所以基本的架構就是這樣 那它的左邊有一個 這個IC叫做NCP-23018 它左手的部分 就直接用這一個IC 去控制下方的 那個鍵盤正列 然後 右邊的話是用一個 那個 這個控制器 然後它 它會去接收左手的訊息 就很簡單的架構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 就 這也跟剛剛上面的架構有點像 左邊那個IC就是NCP-23018 右邊那個就是 那個控制那個IC 中間有講 鞋帶有線是我們白線化的 那就先模擬一下 這張圖片是從淘寶上面抓來的 這個賣家呢 它賣的叫做 零件都幫你貼好 上面零件都幫你貼好 所以你只要去 組裝下面的軸 下面一直要去買 紅軸、綠軸、茶軸 買回來之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 把它焊接起來 基本上就OK 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是 零件都裝好的版本 那 還有一些就是 完全沒有裝的 就上面什麼都是空的 那我剛開始挑戰的時候 就是去買空的 我什麼都沒有裝 然後開始在嘗試 在台灣把它弄起來 結果我發現 這個買不到 在台灣 買不到 這個買不到 這個也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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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傻眼了 就 就 我的鍵盤就是空的 那邊什麼都沒有 最左邊那個 NCP NCP 23018 要去DG 去買 要從國外運回來 我當時去跟人家 臭運費 把它運回來 所以現在在露天上 會看到有人在買那 可能就是我 我會誠實告訴你 我只有六顆 賣完就沒了 因為我到時候就是 避免作物塊的時候 我多買一顆進來 然後我就把它提上去賣 沒有人賣 我在台灣露天也完全找不到 那這是我的商機啊 我就拿去賣 所以我罵完就沒了 那 反正這一張都找不到 沒關係 這條線也找不到 這條線在台灣也沒有 很酷 所以呢 好這個PC版也沒有 在台灣也找不到 所以 我剛剛說 東西都沒有淘寶來源 就是因為什麼東西都在台灣都沒有 所以我就照了李松奇的這個文章 去做了它所謂的雙模藍牙板 就左邊的部分呢 用一個Arduino去控制NCP-23018 右邊的部分也是相同 用一個Arduino去控制另外一個NCP-23018 那 右邊這顆的DMA是在後面 它在後面 然後中間透過那個藍牙去傳輸它中間的資料 那 那兩條線是那個VCC跟GENDI 然後最後再連到電腦裡面去 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一個 所謂的藍牙板的那個 這個ERCODOX出來 好 那 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剛才我跟妳講嘛 所有材料都沒有 你只能這樣做 連中間的連線都必須用藍牙去做 因為連線都沒有 因為連線都沒有 好 那做這個鍵盤還有一個很好玩 就是 你可以對這個鍵盤去做編碼 你可以去把這個每個鍵 它是什麼樣的數字 它傳進這檔的時候會是什麼數字 然後把它去對到一個按鍵 所以這個 這個每個按鍵 ABCDE是什麼 都可以去做編碼 所以它還蠻好玩的 那 我最後還加了一個 中間有一個搖桿 你知道嗎 那就是我的滑鼠 我已經把它弄起來 那滑鼠也可以動 然後就很好玩 那 但是我最後 那 最後那個 連到電腦去 我會把它改成無線 用一個就 RN42的 去燒一個 新的framework進去 所以我的鍵盤之後架構是 長這個樣子 跟你剛剛秀的不一樣 沒關係 我再解釋一下 所以這個 左邊的話 就是控制器 然後透過藍牙 我就選到右邊 那右邊的話 就是控制器接收到的時候 會再透過RN42 轉到電腦裡面去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 很完美的架構 可是已經做了我六個月 然後很多東西 做我六個月 從 你剛看到的那個 淘寶那張圖開始 一直做做做做做 做到這樣子 然後是六個月的時間 然後最後呢 沒有完成 為什麼沒有完成 因為就是很難做 好 那 剛剛說理論 大概上面講完了 我們就講說 怎麼樣實際來做這個東西 怎麼樣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就要先了解說 這個鍵盤的組成 大概就是這幾個東西 就是鍵帽 軸 定位板 電路板 電路板 然後Icon是IC 然後 鍵帽部分就是很明顯 就是上面這一層 所以上面這一層就是鍵帽 然後呢 它在這個裡面 會有一層軸 就是走的就是你可以自己 換的東西 然後 有一個定位板 它是初體 就是這個定位板很重要 等一下我會跟你們講 它的作用 然後 你就可以看這部分 然後還有 控制 IC 控制 IC 跟軟體 然後還有它的電子材料 這個電子材料 很好解決 就是 電阻跟二極體 然後還有一個 壓克力的外格 所以基本上 那個電子材料 組成的藥劑就是 就是這幾個 那 什麼叫做開原鍵盤呢 就是 它的硬體設計圖 是完全公開 都可以下載 你可以自己去修改 所以你可以拿到 PCB Layout的那張圖 你可以直接在台灣 找廠商去 去直接 Lay這個PCB板出來 那 他們用的軟體 都 KICAT 這也是一個 Open Source的軟體 去抓下來之後 就可以直接開 它的那個PCB的圖 就可以看到 它裡面的硬體的 陷入跟Layout的設計 都可以 都完全看都看得到 那 以ERGO 為開頭的名字 都是 人體工學系列的鍵盤 最左邊的ERGO DOCK 是 原主級的 就是很老很老 老到連 零件都買不到 可是 從它開始 有很多人 跟隨這個架構 去做了很多不同 系列的鍵盤 就是人體工學 有叫做ERGO DOCK ERGO DOCK ERGO TRAVEL ERGO DASH ERGO什麼什麼的 那 你做鍵盤的時候 你想要做這個鍵盤的話 你去找右邊的系列 哪一個是你喜歡的 然後去下載它的PCB回來 然後去請別人去把它做出來 這個是大陸後來他們改 叫做ERGO DOCK 他們大陸叫做ERGO DOCK ERGO DOCK ERGO DOCK 你去淘寶的話 你要找這個 你就打ERGO DOCK 你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ERGO DOCK ERGO DOCK ERGO DOCK 它的那個架構 就跟原本的有點不太一樣 它右邊變成NCP-230 這顆比較好找 但塞滑還是滿不知道的 然後 左邊變成Arduino 左邊那個IC變成 IC放到左手去 然後中間的部分 也有簡化一些比較好找到的東西 那開圓鍵 我後來在做這個鍵盤的時候 我發現裡面有一個東西 叫做Q&K Fingwork 這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在玩這個鍵盤之間 玩這個鍵盤之間 先去看一下什麼是Q&K Fingwork 它這個是一個 Open Source的鍵盤滑鼠的韌體 韌體 那它是完全Open Source的 那你可以連續它的官網看 它的主要的功用就是 鍵盤滑鼠音效燈光還有藍牙 都幫你做好 你只要去裡面找Config Enable 就可以了 真的我們可以 等一下會稍微試一下給你看 所以那個Q&K 那你要去做這個Open Source的時間 你就直接從這個軟體去選 它裡面有 它裡面會告訴你說 它裡面會告訴你它支援的哪些鍵盤 你就去從裡面挑你要做的那一個 那它幫它來在Keyboard這裡面 然後呢 你看看這系列所有的鍵盤都是它支援的 就是你可以去做的 然後以Ergo開頭的就是人理工學系列 有很多超級多的喔 所以你喜歡哪一個鍵盤 你就點擊去看 Ego4 ErgoDutch EgoDutch EgoE 都在這裡面 比如說我們看Ergo4 你點擊去看 它就有圖片 它會告訴你說 這條鍵盤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它就這樣 然後你去看哪一個鍵盤是你喜歡的 好 你就可以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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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akerUser 那我最後就選了這個叫ErgoDutch 這個系列 它就長這樣子 你看很漂亮的 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決定 那我要做這個系列的鍵盤 所以你想要做的話 就從這裡面去選一個你覺得OK的鍵盤 然後就可以去把它的PCB板 PCB板放下 下載下載 然後請別人去這樣 那它後來改成怎麼樣呢 後來改成非常簡單 就是左手用一個Arduino 右手用一個Arduino 然後就結束了 後面就兩個Arduino 藍色的 後面有兩個小小藍色的 就是Arduino 最主要的今天就是這兩個 好 那做的話就是 你要會用弱鐵 你要會弱鐵 你要按檢測 這是必備 你一定要用弱鐵 那三分鏈表示 有時候壞掉的時候 你測一下到底是哪裡壞掉 所以可能需要知道一下三分鏈怎麼用 那材料的部分呢 就可以 這個ArduinoDutch它需要的材料 有這些東西 可以把它 這些東西基本上都好 都還算 找得到 不一定在臺灣 最少它還找得到 而且都還真的買得到 最少都還買得到 所以你去找那個PCB 偷下來之後 直接去找一個叫PCB打樣 你找打樣 然後 就去把它印出來 把它印出來之後 就直接 它就送過來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是左手 這樣就是右手 同一片 就同一片 左手跟右手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你左手的背面是在這邊 右手的背面是在這邊 所以就是只有PCB打開的話 只有一片而已 那把它印出來之後 直接這樣翻過來就可以用了 所以看這個翻過來就是右手 就這麼簡單 然後你就把這些零件都焊上去 就只有二級別跟電池 先把它焊上去 然後 再把一些必要的零件 這個 最下面是LED燈子 然後那個 Arduino的位置 然後還有那個 連接線 連接線的 座位 好 這是正面的部分 你要 這個它會叫做定位版的東西 就是你走放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固定在那個位置 然後你焊上去的時候 它整個會歪掉 不然如果你沒有定位版的話 你每一個只要歪掉0.1公分 這個就全部都是歪歪的 這板就是歪的 是吧 所以一定要需要定位版這個東西 所以就要記得 所以定位版就是一片壓克力 就這麼簡單 那那個壓克力 在那個 GitHub上面也有 也是 也是 它就有一個case 你知道嗎 抓下來 然後去找壓克力的公司 說你幫我切這個 就好 就這麼簡單可以 這麼簡單 然後你可以還可以裝燈 可以裝燈 然後呢 左右手的部分 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大概 它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有一個不一樣的左右手區分 然後你可以把所有的軸都上上去 外側也上上去 然後劍貓就可以 劍貓就可以上上去了 所以就可以做完這個劍 就這麼簡單而已 就這麼簡單 不難 真的不難 看我前面做了六個月 我只做了兩個月 我就做網路 我前面做了六個月 我就快哭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做完這個時候 我就把前面那塊板子丟掉 對不對 然後就無理他了 因為 實在很困難 然後QA可以燒錄的時候呢 你 它也有 它的官方網站也有看到 你怎麼燒錄 也很簡單 Windows跟Linux都可以 都可以裝 你可以直接下幾個 簡單的comment 簡單的comment 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它的code燒進去 好 所以做出來的話 大致上就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上面的鍵帽 你要怎麼搭配是你自己選的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好 那為什麼你要問問Linux可以開支鍵盤呢 因為 它就是直直的 順著你的手 不是你的手順著鍵盤 是鍵盤順著你的手 那你想怎麼擺的時候 你就怎麼擺 重新是肚子就不用看了 左手右手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鍵盤放很開 放到這樣子 順著你的肩膀這樣 所以這邊就比較不會痛 因為不然你用筆電手 你一定是這樣子嘛 你是這樣子在大碼 所以打九樓的時候 第一個會動是這邊 第二個會動一定是這裡的 所以你就展開來 放輕鬆 然後放直 這就是 分離式的 才做得到 那為什麼你要用這個 剛剛說這個QA可以有支援一個 叫做燈光的東西 有什麼影響 好 有沒有 有沒有 內建的 不用自己弄好 就按上去 它會自己弄好 可以抬關 是 可以關燈 有沒有 鍵盤嗎 是 好 這是好玩的 它的光是兩個 一個是鍵盤光 一個是背光 兩個是分開的 這個是鍵盤光 這個是背光 然後 鍵盤光還可以調整 大小的 調整光的強度 有沒有 反正視野的時候 把它調小一點 需要提升的時候 把它調高一點 這樣 好玩對不對 好 我每天回家都玩一下 做事 好 像背光來 你看背光是會變的 有沒有看到 背光是會變的 然後背光還 這些人不知道要幹什麼 就是Oversource 就是很顯 你注意看喔 它不同模式 你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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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鍵盤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可以寫出這麼多 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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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 然後才 這根本不知道在幹什麼 你看到 還可以調 沒有 還沒按到 超級多 不同模式 我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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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一下 大概好多下才能亂回 才能亂回 這樣 好可以調色紋 可以調色紋喔 所以 它就是 它調熱 它調熱的那方 是直接透過鍵盤 它們去控制 所以你按這個按鈕 它就直接打開 然後你按這個按鈕 它就 它就 它就會直接變化 那你這個跟電腦沒有關 它這個是 單純的鍵盤控制而已 它就會這樣 三彈 自己的吃也做 然後 然後 你可以把它關掉 鍵盤嗎 鍵盤 然後 你可以配一些 你可以配一些 你覺得很好玩的 鍵盤 看得到嗎 看不到 看不到 請大聲把這個是念出來 A-T-T-N-O 沒有啦 這個鍵盤上面 鍵盤 有什麼樣的鍵盤 你覺得很漂亮 你就可以把它 用上 所以 用能力功能鍵盤的 一個 其實很大約 是玩這個Q&A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剛剛還講 它還有藍牙 它還有音效 它跟開啡還有哪 然後最近發現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它 它可以 自力越打越快之後 然後燈會越來越快 然後你打這邊 燈就慢下來 這時間到了你在幹嘛 KK還有一個虛擬鍵盤層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鍵盤 但是其實它有32層的鍵盤 32層的功能在裡面 你可以定義說第一層是鍵盤 第二層是滑速 第三層是控制音量大小 類似這一類的東西 它是可以自定義的 它是可以自定義每一層的功能 所以你的鍵盤排列的方式 就不一定要照一個Q导的ER 你看我這上面的鍵盤排列 不是正規的鍵盤排列 你可以完全照你自定的方式 去排列你的鍵盤 然後把它燒進去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就是燒入度不難真的不難燒 那它還有所謂的AutoShape的功能 就是你按這個按鍵如果超過150秒的話 它就會加一個Shape的進去 自動幫你加一個Shape 所以你按A超過150秒 就會變成大A Shape的A 那如果你按很快 它就是一樣送小A進去 所以這個功能有些很奇怪的東西 這是我家的環境就是 它其實是完全沒有光的啦 那你一回家就很開心 因為你看這個鍵盤很亮 就跟死了金幣 那這種東西有一個什麼缺點 就是說它其實 你看我是一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其實不太可能從 平的鍵盤直接跳到這種鍵盤 它其實 你會非常的不習慣 非常非常的不習慣 因為你 你會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怎麼去按這個按這個按鍵 尤其你看到 它這個鍵盤排列是直的啦 你回去注意看一下你的鍵盤 先看一下你現在筆電上的鍵盤 是斜的 有沒有 你的鍵盤排列是斜的 它這個是直的 所以你手會按不到原本你要按按鍵 因為你原本自己的模式是這樣子按的 可是大家是這樣子按的 就往直的伸了 往直的伸這個 這個對使用者習慣來說 會非常的不習慣 不習慣 而且中文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用這個鍵盤打中文 你會回到小學生子彈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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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 會非常的不習慣 好 那 剛剛看到這個很漂亮的鍵盤 可是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最左邊這一排 你可以看到一個F5F6 然後這個 股票上升 這樣配是這一類的鍵盤 那問題是為什麼要接這一東西呢 因為 這個鍵盤的大小 鍵盤的大小就叫做EU 叫做EU 那稍微大一點就叫做1.5U 1.75U 2U 就越來越大 那一般Shift的鍵是1.75U 1.75U的大小 那 這個鍵盤只能接EU的 只能接EU的鍵盤 這個世界上沒有在賣EU的Shift的鍵 這麼小的時候 有啦 其實有啦 但是很難買 很難買 我在拋廣收 然後到處收花之後才發現 找到一些小東西這樣 所以 這個鍵盤雖然它好用 但是它 動一把的 動一式的牽全身 就是 鍵盤一改掉的時候 整個上面都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 上面的鍵盤零件其實也不好找 要能夠找到適合的 也蠻難的 好 好 就是本來是 就是 其實實際上我總是在用這個 這個 ERGO DOX的系列的時候 它自己的鍵盤排列方式 它上半的鍵盤排列方式 你看它完全不一樣 跟認知的就不一樣 它有建議的六層 虛擬鍵盤 那每一層都有它的普通功能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就是 你完全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定義 你要怎麼用這個鍵盤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鍵盤 你可以定義說 Ctrl C才有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酷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Ctrl C變成一個鍵 Ctrl C變成一個鍵 然後放在一個位置上 所以你只要按那個按鈕 它就會自動送Ctrl C出去 所以這是我同事 它實際在使用這個鍵盤的一些按鈕 好 那最後我們一個Facebook的社團 叫做鍵人工 你起來那個鍵人 如果你對這個鍵盤有興趣的話 就來那個鍵人吧 好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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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嗎 他居然有沒有說 薛英坚在整個白眼 民黨和中文大 今天可能會是甚麼樣子 可以呀 可以就是 可以阿 總理黨 歡迎 因為他其實就 只用東文中文的話 是看你的輸入法 說這個書法很重要 像你用鑄一珠吧 你一定會用到四層啦 那四層它的話 還是在最上面 所以沒問題 你的手一定要移動到最上面的位置 你才能把它按到那個四層 那其實用這鍵盤最大的優點是 在這個中間這個區塊 才是你最常按的位置 那你手的移動位置是最小的 所以你應該把最常用的東西放在這上面 所以你打的中文不可能 打中文就一定這樣移動到上面 或者要移動到一些其他的位置 所以這桌布局學什麼 音音珠寶 或是其他的珠寶 可能會比較好 那網路上有看到Orago.com的那個 鍵盤的那個延遲的那個時間 那是有辦法優化的 能不能叫做 延遲的時間 就是按鍵組的那個 主要出的那個時間 Google Latency 能不能夠 應該是沒辦法 你剛你的那個虛擬鍵盤的 你的預設是四層 你的實際按鈴那個你有用 所以那個是可以被客製的話 到底有幾個 這個是一個圖形化的鍵盤 你可以用這個鍵盤去 去做NGODUX的鍵盤配置 所以這虛擬鍵盤最多可以到時候 32 他這邊有 他這邊有 他這邊有主意鍵盤 你就在這邊 看你這個鍵你要放什麼鍵 你就把它編繪一下 然後把它拋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他這邊有很多功能 他下面可以直接把它拋進去 他下面有很多功能 像什麼Hobby啊 然後大小聲啊 關機啊 然後那個花鼠啊 都可以在上面直接做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按這個 Compiler Compiler完之後呢 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 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再少幾點就可以了 最多三成 那租金盤有到 提供16成 那個人經驗是 三成以上就進不住了 最好三成以上 還設了什麼鍵 請問 最後你有算過 有你315枚 還有少嗎 單 如果你單做這個鍵盤的話 你知道怎麼做 知道怎麼找材料的話 會比較 到就便宜一半 你知道怎麼找的話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不知道的話 我目前做了兩個 這個 兩個 然後稍微有一點門路了 我大概花了兩萬塊 兩個 但是我現在大概知道怎麼做 我覺得越來越來越順手 然後一些材料 日本有賣 我先講 日本有賣 半層瓶的半層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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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層瓶 它會 那個 雞電路板外殼 跟 電路板外殼跟 2GD給你 就這樣 賣你四千塊 如果你沒有我們路板 就直接做 然後再把其他零件湊緊 那 這個 軸跟 鍵帽 比較貴 軸大概要一千塊 都是 十足價 然後鍵帽的話 看你要什麼 像這個太好了 八百多塊 然後 其他可能要一千多塊 所以 鍵帽跟軸 其實很貴 好 好 這樣就不打 謝謝各位的討論